上一期,琪琪给大家介绍了美联储加息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一期琪琪和大家再聊一聊特朗普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做的第五件事情 就是先起世界级贸易战争 这一期我们就谈到了 这一系列视频的关键问题 贸易战,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对于贸易战的发动就很清楚了 世界级贸易战是美国在工业化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这也是特朗普不惜出而反而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挑起贸易战的原因 可是为什么美国要在工业化 要发展中低端制造业 就必须要挑起世界级的贸易战呢 琪琪前面说过 美国中低端制造业最大的敌人 就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倾销 美国如果要发展中低端制造业 就必须重回孤立主义 搞贸易保护政策 只有对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推高他们的销售成本 使他国产品进入美国的售价高于本土产品时 美国制造业才能保持利润 而利润才是产业长久发展的根本 好了 截至到今天琪琪 对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前世今生 前因后果做了一个简单的 相对完整的描述 相信订阅大波琪的朋友们 也对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 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它又会发展到什么方向呢 请关注下一期视频 贸易战09特朗普的贸易战 将发展向何方